每天按按手打通心血管 远离心脏壁 上一个视频啊 我们说到掐指一算这个动作 把中冲血掐住了 同时它的最底层就是劳宫血 用中冲按揉劳宫血的时候 可以起到羊入于阴这样的一个目的 劳宫血呢 我们还可以用拇指去推揉它 经常按揉这个血呢 对缓解心脏的不舒服 比如说出现心光啊 心剂啊 心脚痛啊 这些症状有所缓解 除此之外 这个血位对像癫狂 癫痫 口臭 中风 容易发怒 甚至包括着口腔溃疡这些病症 都会有一定的疗效 所以我们经常去按揉一下劳宫血 很有好处 第三个血就是我们手上的神门血 在这个位置上 手腕的小手指末端 这个是神门血 神门血呢 属于守哨音心经的血位 按揉神门血 可以对心慌心悸起到很好的调神作用 所谓的神门嘛 神出入的地方 让你能够神安气定 宁心安神 神门加强了以后 就对我们的神有所提高 加强入睡 提高睡眠质量 都靠我们这个神门血 同时 点按神门 和我们脚上的太充血 这两个配合 也有效的缓解血压高的症状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按摩所有身上的这些血位的时候呢 只是起到预防啊 辅助治疗的作用 那心脏的问题 如果一旦出现是不容忽视的 出现症状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不要耽误了病情 你也可以把具体的情况 跟我来说一说 我会抽空给大家做指导 脑梗就怕你记住这两位 今天的视频我告诉你 记住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药治疗脑梗呢 历史非常的悠久 从汉代到现在 一直有治疗脑梗的方子 今天呢 就给大家推荐两位中药 你可以点击屏幕右侧的小爱心 收藏起来 防止划走就找不到了 前段时间呢 有一位患者啊 60岁 刘先生 脑梗呢 已经五年了 他主要的症状就是 言语不清 流口水 走路画圈 手也伸不直 治疗很多年了 效果都不理想 慢慢的呢 他自己也失去了细心 后来在平台上刷到我以后呢 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找到我 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呢 开了一个方子 这方子里边最主要的两位药呢 一个就是黄旗 一个就是川胸 这两位药对于改善脑梗后遗症 效果非常的好 患者吃了药以后呢 感觉腿也有劲了 上肢呢 还有一点点 伸不直 像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在中医上呢 是由于他肝风内动了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对症 去治疗 最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脑梗并不是绝症 得了脑梗之后呢 不要拖着不治 越早治 效果是越好 要寻求专业的医生 来帮助你 解决你的问题 中医呢 讲辩证论之一人一发 千万不要自己 胡乱的去用药 觉得人家吃的好 你也去用 有时候不对症 反而会出现危险 血液粘稠只需要三味中药呢 会轻松的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中老年人 习惯用定期输液的方法 来疏通血管 在这儿啊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 这种观念呢 在医学上是不被认可的 如果输液不当 它不仅起不到 对心血管的疾病的调节的效果 还会加重心血管的损伤 血液粘稠呢 是许多疾病的前兆 它一粘稠以后 流速就会减慢 如果血液在供应 心脏的时候的血管中 被阻断了 流速慢了 就造成了观心病 心梗 在脑供血中 前行遇到障碍 就会导致了脑中风 脑梗 有些人呢 经常会感觉到 头晕啊困倦 记忆力减退 这些症状 很可能是因为 你的血酬了 所以血液的粘稠啊 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今天就交给大家一招 用陈皮 荷叶 山楂 来泡水 带茶饮 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呢 可以减少你的血粘稠度 降低血脂 控制高血脂症 还可以呢 缓解了你出现的困乏肚子胀 胃反酸这些湿气重的症状 方子虽然好 但是不适合所有的人 如果你也想改善你的这些症状的话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看看是否适用 血液粘稠 高血脂症 这三味中药 一定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子 就用三味中药 可以有效的降低血脂 稀释血液 这三味药就是呢 单身 山楂和葛根 把它们打成粉 冲服 单身呢 还有补血的作用 这就取其去瘀生心的道理 瘀血不去 心血不生 所以它略微有补血的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 发现呀 单身可以有明显的 降低血液中的 甘油三脂 和总胆固醇的作用 山楂呢 健脾消食 行气化瘀 具有着降血压 降血脂的作用 葛根含有葛根素 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扩张血管 加强血管 这些肌肉的 这个舒缓 改善身体里边的微循环 延缓动脉硬化 这三个药的组合呢 结合起来 不但可以起到降低血液 粘稠度 而且对血压的控制 有一定的帮助 大家点个赞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方子的具体的剂量呢 因人而异 如果你也想用的话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 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 解决 血管堵塞 别担心 一番中药 通血管防心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药呢 对于血管堵塞 可以说是有着 很好的炼床疗效的 比如说 前一段时间啊 有一位患者 才40多岁 很年轻 病了才发现 身体是多么的重要 就是因为血管堵塞的问题 去四处求医 花了很多的钱 后来呢 通过平台 看到了我的视频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就发了报告 想用中药来调理 报告中呢 他的血管堵塞程度啊 不是特别严重 50% 再结合上 他的出现的症状 给他配了一组中药方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这三位中药 当归 穿胸 单身 这几位样呢 之前也讲过 他可以行器活血 止痛 活血化瘀 患者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 他心签区的疼痛症状 也得到了缓解 胸闷啊 头晕啊 明显的减轻了 复查心脏的加强CT以后 血管堵塞 从50%降到了35% 讲这个案例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治疗血管的狭窄 不要去再花冤枉钱 只要辩证论治方法入对了 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如果你也有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 可以把你不舒服的症状和不会看的这些报告呢 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血管堵塞要除根 两味药 清淤堵 一定要记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百病呢 生于淤和堵 血浊生百病 血静病自消 血液的粘稠就像一个定时的炸弹 严重的时候 它去影响我们身体里边的重要的器官和血液的供应 就会引起像心脏病啊 中风啊 甚至威胁到生命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两个药 盐成粉末 用水充服 可以活血化瘀 通经活络 同时呢 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视频丢失了 你找不到了 第一个呢 就是单身 单身是味苦 微寒 可以活血去瘀 除烦 安神 对于心脑血管系统 血循环系统 血脂啊 动脉中央硬化 这些问题 都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 但是呢 孕妇不能服啊 有出血疾病倾向的人 也不能用 第二个呢 就是露露通 露露通的药性呢 是苦评的 规于肝肾经 它具有着去风通落 沥水消肿的功效 这两个药结合起来 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全身 多处的瘀毒 最后呢 也要提醒大家 虽然把药方告诉你了 这两个药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用着有疑问的话 比如说脾胃不好的话 就吸收不了 是否要调整用量了 这些都需要去仔细的斟酌 因为中医呢 是要辩证论治的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也想用这个方法 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话 还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呢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调理方法 那把你的情况发给我之后呢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血管狭窄的朋友啊 不用再害怕了 如果你血管狭窄 头晕头痛 心悸 心慌 记忆力减退 胸闷气短 四肢乏力 麻木 下肢 尤其是发凉 疼痛这些症状 就别再到处去问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号教授 帮助过许多的血管狭窄的患者 让他们的问题 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今天呢 你刷到我 尽管把问题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 解决血管狭窄的实际问题 补气血的第一两方 两味重要 简单又有效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我们平时呢 听到有人见面的时候 打招呼说 哎 你的气色真好呀 这里的气色 代表的就是你的气血 中医认为呢 构成我们人体的两大基本物质 就是气和血 其他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这个气血 根本来运行的 气血不足的人 就会感觉到乏力 累 没有精神 天气稍微冷一点 手脚就冰凉 今天呢 我就根据 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给大家来讲一讲 中医是怎么调理气血的 在我详细讲解之前 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 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法 就是两味药组成 分别就是黄奇和当归 黄奇呢 是一味很常见的中药 它味干性温 具有一气固表 骨气 羊血 利尿消肿的功效 起到保护脾胃的作用 在药性歌赋里边说 黄奇入药 具有一正气状脾胃 排浓止痛 活血异味的功效 第二味药呢 就是当归 大家肯定也不陌生 在中药材里 被誉为是补血的两药 它味干 心 性温 具有着羊血 活血 调精 止痛 同时它还有润肠痛便的作用 这两味药的结合呀 是补气生血 第一良方 屏幕前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发给我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 评论区答疑 通血管的也算 是生吃还是熟着吃 前几天呢 给大家介绍了 帮助疏通血管的谢白 这之后呢 有很多的粉丝朋友 发私信问我 说谢白是生着吃呢 还是熟着吃 应该怎么吃呢 我就赶紧抽出时间来 给大家做了这一期解答 我要告诉大家的呢 第一啊 谢白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首先不建议大家胃不好的人直接生着吃 因为呢 它会对我们胃黏膜造成刺激 就跟你吃蒜是一样的 吃多了会叮心的 容易打嗝啊 甚至胃疼 那食疗本草中就指出来 谢白三四月悟生食 在三月四月的时候 尤其忌讳去吃生的谢白 谢白也不要和韭菜和牛肉一起吃 第二呢 谢白到底应该怎么吃 第一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呢 我们可以将谢白那个绿色的部分 把它切成三到四厘米的这样的小段 放到锅里边 加入大米 倒上适量的清水 用小火给它煮粥吃 这是煮粥的一个方法 第二我们将谢白和陈皮呢 一起放到砂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给它烧开了 烧开了以后就改成小火 煎到这个浓缩到一半的这个程度呢 再加上适量的红糖 这样喝起来口感也特别的好 第三个吃法呢 就是做面食 做成馅饼以后 如果好吃 在评论区告诉我一声啊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有其他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点我的头像 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呢 会抽时间给大家做解答 教授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能吃吗 这个呀 还真能吃 这个呢 就是二月兰 真的是在春天这个季节里 可以采摘的 这个二月兰呀 又叫做诸葛菜 是春季的时候 很好的一个食材 把它洗干净了 做馅儿 然后给你做饺子吃啊 行 然后 它可以 对心脑血管呢 有降血脂 扩张血管软化血管 这样的作用 适当的吃一些 本身它也可以清热解毒的 清清火的作用 你也试一试 颈动脉斑块 就怕这个新方法 今天全告诉你 2023年呢 新方法 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别划走 恭喜你啊 如果你有颈动脉斑块 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我来帮你辩证解决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语浩教授 我会从你的病情和体质进行分析 对你进行日常饮食运动方案的指导 教你如何的去把自身的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 如何的运用中药来调理 相信我能帮助到你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大胆的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问题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进行指导 高血压再顽固啊 也怕这位药 不看呢 你会后悔的 大家好 我是赵语浩教授 有高血压的朋友呢 别担心 一个方法帮助你去解决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这个小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用度重 搭配上菊花和山楂 煎水服用 非常适合呢 肾虚 肝阳上抗引起的高血压 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依赖度重的作用 它不肝肾 强筋骨 中医认为呢 高血压的发生啊 跟我们肝肾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肝肾之间相互影响 肾虚了 肝水也不足 肾水也不足 就容易造成了肝木的施养 从而导致 我们身体内的肝火旺盛啊 肝火一乱 肝风一动 从而就引起了 高血压的各种病症 所以我们运用 补肝肾的方法的 调节血压 有降压的作用 再加上菊花呢 能清干火 山楂呢 能活血 降血脂 整体上就改善了 我们体内的血运循环 控制了血压 反复的升高 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 我们终于要讲 辩证论治 千人千方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情况 再进行加减配舞 那样使用的效果 才会更好 如果屏幕前的你有 高血压的困扰 不妨和我来说一说 你的情况 我给大家做指导和帮助 黄芪这样泡 气血双补不上火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气虚体质的朋友呢 很会容易感到自己疲乏无力 那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来解决你的气虚问题 黄芪被称之为是补气之王 你要是气虚 一定要黄芪用得上 黄芪呢 是补气之掌 在补气的药里边 它作用最强了 但如果你喝不好的话呢 很容易上火 为什么 没有吸收 今天就教给你一个小妙招 让大家在用黄芪水的同时 既能够气血双补还不上火 这个方法就是呢 用黄芪啊 一般15到20克左右 搭配上当归三克 这两者搭配啊 就是一气活血 同时又补血 这样才能气血双补 如果你的体质是偏于上火的体质 说我吃了这个上火 那你还可以加上10克的百合 10克的石壶 滋阴润燥 这两个药就防止了黄芪和当归本身的温热 同时还对你的胃有非常好的作用 气虚体质呢 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病理病基 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脑梗和脑出血这些问题 不仅仅要用这些小方法来解决 还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整体的辩证 调理 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合理的治疗 才能够把你的情况改善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呢 跟我说一说 希望能够帮到你 感谢观看